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这个食指长短 来看你的事业成就 食指在五指当中代表一个人的能力 做事的毅力 因此从食指的长短 可以看出你事业上能够有多大的成就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是长形的食指 食指特别的长,比较长 甚至我们说食指的长度标准是多少 是超过了中指最上面指节的二分之一处为长 食指长的人为人有才能 尤其是领导才能 个性比较自信,有野心,有抱负 很适合在职场当中担任管理者 或者是在官场 第二种呢就是过长形的食指 过长形的食指 食指特别的长 特别的长甚至超过了什么 这个中指 超过了中指 代表这个人非常的有表现欲和工作欲 很可能是一个工作狂 其次性格上是比较自负傲慢的 这个就有点过了 比较适合从事政治、学术、意识、艺术类的工作 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 这个福运来讲 就是说你的人生运势来讲 是有点过之而由不及 就是说你这个太长了 主次不分 一定不能超过中指 长度太长了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短形的手指 食指 食指比较短 比较短 短的是甚至没有超过 甚至没有超过什么 这个中指的最上个指节纹 那么这个 就这么长 这样做事比较小心 谨慎保守 在事业上成就有限 往往工作当中担任一些基础类的工作 基础类的工作 过短形的 就是我们上期讲 上面一条讲的 就是连这个最上面这个指节纹都没有超过 这个是过短 过短这样的人就缺乏自信 做事缩手缩脚的 这个缺乏责任心 很喜欢推托责任 在工作当中 不但很少有成就 还容易跟这个同事闹矛盾 是非不断 这个是非常 这是最下最次的一种 过短短和太长都不好 就是偏长一点点 超过中指的 这个最上面指节的二分之一处 就刚刚好 小于中指的长度 就差不多 好 有关这个食指的长度 来看事业运势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 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就这样